贵妃安 听说昨儿 永和宫里的太医跑进跑出的 皇上也去了 你离那儿近 知道何事吗 贵妃一向消息灵通 我还想问您呢 本宫还以为 贤妃那儿春色常住 一日也不落下 皇上自会告诉你 这谁啊 皇上欣赏的 就这么岁了 就一只玉钗而已 皇上赏得还少吗 小家子气 看清楚是谁了吗 看背影像是俗云 应该是没场在 主儿 别气恼了 别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坐下吧 谢皇后娘娘 谢皇后娘娘 今儿怎么来晚了呀 回皇后娘娘的话 方才从长街过来 主儿 不知被谁的碾叫冲撞了 人差点扭了 连皇上赏得碧玉钗也跌碎了 臣妾当时实在不敢计较 怕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还是晚了 请娘娘见谅 你无大碍就好 那没看清是谁撞的吗 奴婢看着 仿佛是没常在 方才是冒失了 差点撞到贵妃 你现在知道撞着本宫了 方才怎么逃得像一箭风似的 本该停下来给贵妃致歉 只是有桩要紧事 不得不先来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对不住了 至于爹了皇上赏得碧玉钗 您到贫妾宫里随便挑选 配您几支都不要紧 你是在跟本宫说笑吗 昨儿夜里永和宫就闹了一宿 今日又如此无礼 你别以为皇上宠着你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禀皇后娘娘 臣妾昨夜偶感腹痛 皇上传了太医来看 说是臣妾玉玺 已然有身孕了 这么快 不算快了 臣妾服侍皇上已有半年 若是半年都还无身孕 那定是 臣妾无福 没场在 你快坐吧 谢皇后娘娘 这可是大喜事儿 只是 若是玉玺怎么会腹痛啊 太医说臣妾玉玺才越愉 臣妾体质寒凉 胎儿体热 有所冲撞才会腹痛 其实也无妨 臣妾也是因为 会着急将这件事回禀皇后娘娘 所以冲撞了贵妃 也不敢停留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 得了 才有了身孕 仔细些便好 万一磕了碰了 小心丢了这份福气 好容易得来的福气 怎么会就这么丢了呢 有贵妃庇佑 贫妾和孩子的福气 还尝着呢 没场在 你这是头胎 要格外小心 本宫会多拨些人 过去伺候你 缺什么药什么 尽管来说 这十月怀胎辛苦着呢 不过 这辛苦也是福气 是 贫妾看贤妃娘娘抚养大阿哥 费心尽力 这不是亲生的都让且如此 若是亲生的 该何等艰辛啊 还是贵妃福气好啊 这没生养的人 总是看上去年轻些 你 这有孩子的固然高兴 没孩子的也不必急 你们早晚 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没常在这胎来得好啊 若是个皇子 可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呢 那可是大贵之子 成家贵人急言了 这二王子 那四王子 怎么会被我指引的 可太太太太太呢 又是个童子 本宫知道你忠心 所以才怕你嫁得好 你的嫁妆本宫会加倍给你 皇后 娘娘 连心 王亲 忠义你取酒 这门亲事 是求也求不来的好姻缘 你可不能辜负了 皇上对你的疼惜 娘娘 皇后娘娘慈爱 连心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奴婢先带她下去了 皇后娘娘真是慈爱敏下 是啊 王亲可是皇上眼前的大红人 这门姻缘 配得上连心 现在最要紧的 是没场在腹中的龙胎 没 没场在 你可要好好修养 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是 我都爱得不是 你怎么能行 我都爱吃 你怎么办 我都爱吃 你怎么办 这是我的天啊 你怎么办 我早就爱吃 我都爱吃 你怎么办 娘娘 莲心她无事吧 没什么事 可能一时想不明白才哭了 让莲心嫁给太监是委屈她了 本宫日后一定好好补偿她 王亲有体面也不算是委屈了莲心 能够为娘娘办事 她理应高兴才是的 你好好安慰她 让她一定知道 笼络住了王亲 就是笼住了皇上的心思和脚步 奴婢明白娘娘的苦心 可是 娘娘真的不担心没长载的身孕吗 这若是个皇子 可是个贵子啊 这孩子若是他生得还好些 生母低界 这贵子还能贵到哪儿去 梅长在玉玺 怀上了皇帝登记后的头一胎 皇帝必定欢喜 要是个阿哥那便更好 在宫里玉玺有孕不算大喜 生下女儿也不算大喜 平安得个皇子才算真有福 这位皇子定会跟太后宁亲近 都说母凭子贵有了这个贵子 梅长在定会封个主位的 梅长在友谊难下 不过还没有过先帝的周年 有了喜事也不必太张扬 傅家 哀家有一尊宋子观音像 您送去永和宫 叮嘱梅长在 一定要好好安排